他非常愛他的女兒 我們都看到 也給我們這座父母的一個 怎麼講 一個愛的榜樣 其實不容易 不容易 那剛剛余大哥在裡面跟我們聊的時候 我覺得他還是 忍住他的這個自己的情緒 那孩子謝謝我們 其實 真的 要請余大哥多多保重身體 也請大家為他們加祷告 有有點擔心就是余大哥的身體狀況 因為他前陣子好像也有 陣子有點出狀況 有有我們剛剛也為他禱告 對為他禱告 因為我們都是基督徒嘛 我們相信 神會保守他的身心靈 而且他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處理 那他非常愛他的女兒 我們都看到 也給我們這座父母的一個 怎麼講 一個愛的榜樣 其實不容易 不容易 那剛剛余大哥在裡面跟我們聊的時候 我覺得他還是 忍住他的這個自己的情緒 那孩子謝謝我們 其實 真的 要請余大哥多多保重身體 也請大家為他們加祷告 對為他們加祷告 因為有健康的身體 事情才能夠把它完成 對 那問問洪大哥 我幫我講 是跟祺祺以前在台灣優職協會裡面 保盧有辦一些演唱會 那祺祺也有來 那祺祺是很有才華的一個 算是唱歌藝人 那聲音也很非常的很好 很善良很樂觀的一個女孩子 那前幾年抗癌成功之後舉辦的那個婚禮 那我們都一起去參加 那祺祺她有交代說 她其實是去添加 那請大家不要難過 那祺祺也希望能夠用基督教的方式來做一個告別 對 那想要用一個希望 家人希望能夠幫她用一個音樂會的心 是不是 就是用一個平安的心 然後不要悲傷的心去來送祂 我覺得這也是基督的信仰 因為是另外一個生命的起點 地上生命結束 不是天上生命的一個開始 那我想基督徒都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跟洪大哥還有余大哥 我們都是基督徒 對 所以我們對於面對肉體上面的死亡 我們是有盼望的 我們可以再添加再相會 我們也很快的我想 因為生命很短暫 我認識余大哥的時候我才二十出頭 我現在也五十幾歲了 對啊 那所以時間過得非常快 好像才剛剛開始 然後就已經到了一個三四十年的過去了 所以我覺得珍惜 我覺得我們珍惜身旁周遭的家人 我覺得這段時間我也有看新聞 就是看到余大哥也很不捨 那我們就覺得說我們現在 家人身體都還健康健在的 我們就是要好好去珍惜 家人互動跟愛的關係 對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謝謝你們 大家媒體辛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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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知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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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